美国党党不能和应该不是在战争 而在战争 那阿富汗的力量不愿意在战争 塔利班攻城掠地 阿富汗迅速沦陷 美国总统拜登直接挑明自己国家战争 自己打 驻拼20年的美军混乱撤军 一切责任由他来扛 我知道我的决定会被执行 不只拜登捍卫撤军决定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也坦言 没预料到阿富汗政府军会不战而降 阿富汗政府军预战即溃 犹如扶不起的阿斗 各国纷纷急撤使馆人员 但中俄两国却反其道而行 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前途的权利 愿意继续同阿富汗发展 目铃友好合作关系 不只决定和塔利班握手前行 中俄更不断宣传阿富汗的混乱状况 借此筹划美国国际形象 但北京有学者认为 像神学士这种唯利是图的政权 一旦脚步站稳 恐怕未来随时可能会与中国翻脸 一刀两断 贼新闻 黄泉宇报道